Hello, 大家好, 我是 Mr. Manso 今天我會為大家講 S2的5th Classroom Exercise 1B 比Ratio Part 14 第14部分 好了, 究一集題目 計算數三, 再下列個題中 求A比B 老師對不起, 你們的筆記有些錯了 看看這裡, 我們要求A比B 那怎麼做呢? 看看A Part 4A等於7B 我們就以這個目標為本論 目標, 我們就要找到一個叫做 A over B 的物體 因為A比B, 正正就是A over B 那怎麼做呢? 我們就是4A, 7B 一起都除些東西 除什麼好呢? 由於我們一定要做了個B在底 所以左右手要除B 另外, 這裡有什麼頂住A over B 是4B 大家可以看到的 所以, 大家一起去除4B 如果是這樣的話, 我們又進入了發達模式 因為, 我們只剩下7 over 4 為什麼呢? 因為B弱走了 4又弱走了 A over B 就會等於7 over 4 這樣的話, A比B 你便要考慮一下 哦 我都給你了 A比B 等於7比4 上、下 OK 第一條完成了 到第二條 第二條好像是新的東西 A減3B等於0 一鬼樣 左右手 加3B 接著都寫定目標為本 一早就想定 待會怎樣砌到A over B 所以, 都可以寫定分數 到底, 左右手要除什麼呢? 沒錯, 左右手一定要除B 因為我要達至A over B 另外, 左手除B 右手當然除B OK 還有沒有東西除呢? 沒有了 咦?不是, Mr. So嚴重了 因為我們約走了之後 只剩下3 留意了 我們不要寫3 我們寫3 over 1 行不行 我們這裡剩下1 沒有花沒有假的 好, 為什麼? 因為我保持它是一個分數 A比B就很容易寫 A比B就是3比1 OK 是不是很容易? 你跟我的方法 你肯做就行了 這個世界哪有難題 我畫的 好, 接著又到這一條 嘩? 這條好像的樣子更差 如果你覺得很差 我們有兩個方法做的 方法一 用回老生常談 我們又是寫定目標為本 我們要A over B 等於某些東西 接著呢 我們就寫回 不要管 右手邊 總之整個東西放在上格 接著我們又是一起左右手除以B OK 好, 這樣的話 其實我不是太喜歡這樣做 這樣做 這樣做呢 雖然就是一支曲彈到老 但是這個分數呢 2 over 3 再除以1 未必個個都知道是2 over 3 OK 當然 如果我們寫到A over B 就等於2 over 3 我們一定寫出這一句 好 Method 2 你要聽清楚 是快很多的 我現在就看到A等於2 over 3 我便會嘗試左右手除以B 咦? Mr.Sue 為什麼你說除以B 就是乘1 over B 其實除B 就可以差不多近似於乘1 over B OK 除B 其實就是乘1 over B OK 如果這樣就快很多了 這樣就出現了2 over 3 感覺當然又是2比3 OK 甚至乎有人太快 連中間的一行都不用寫 左右手除B 這樣就直處出了這個答案 OK 多謝大家 我們看看下一條 好 最後一條 好像很煩 不過大家記得 我們有兩個分數雙等 交叉雙成的一招 所以A就會乘2 而B就會乘5 OK 接著就是之前的方法 又是先量定結局 所以A比B 等於5比2 所以A比B 等於5比2 好 最後總結一下 我們這次要求A比B 他給了一些等式 我們 目標為本 OK 先寫了A over B 然後我們想一下 左右手除些什麼 你看到我全部用紅筆做給你看 另外還有一招 兩個分數雙等 交叉雙成 OK 也有一種 例如這條例為例 我們可以立刻up 左右手除B 就出現了A over B 這件事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 OK 你看到這個